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几天我在网络看到他刚刚过世 但我印象他在2020年过世 这位是梁天 最后为人所知是无线电视的一位艺人 他有拍过电影 那天传出他的死讯 其实已经死了两年了 也有朋友回应说 他以前做过话剧 话剧是讲舞台剧 不是讲广播剧的话剧 并并并谋 很好听 其实梁天好像很多上一代的播音员也好 画剧演员也好 有一个特场 就是他们的声音表达是非常之丰富的 我们现在看回来 很多声音表达的演员 到现在大家都在记忆犹新 譬如潘志文也是其中一位 都是由一个播音的 尤其是在广播剧那里 很多的 红德成 刘天志 全部都是 甚至是红梁石 梁天属于更早一期 他的特点 在声线 是非常清晰 表达他很强 我想他和江毅差不多同期 谭炳文也不差很多 谭炳文最初就在《丽的呼声》 做电台的广播剧 后来就跳了去香港电台 最后就去到《舞线》 我想大家认识梁天的 如果上一代 好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 就最深印象 刚刚才是余sir 说过没有小说 另外有一个就是朱祥奋 《住家男人》 有一个广播剧是晚上的 大概是8点 做过住家男人 有李添胜 是吧 他就叫做住家男人 跟着朱祥奋 所以这个就是澳门来说 当时电台是一个很重要 和很主要的媒介 为什么那么多香港的艺人 在六川呢 因为当时香港的狐仙女士 她收购了澳门的六川电台 所以六川电台有部分的制作 在香港进行 是 所以大家听我们说 包括你我 或者很多很多 都是在六川 但当时胡仙没有入主 是 又前些了 但是呢 因为六川电台 其实是比香港的商业电台 因为这个缘故 何作之都参与过我们澳门的电台 是的 是的 还有梁天呢 他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艺员训练班的主任 这一个呢 而且是第一期的 TVB第一期的训练班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很多 在现在 或者还是活跃在电影 或者电视的艺人呢 可能都是她的学生 她喜欢演戏 特别是演剧 所以你看到她演技 最早期 就比较夸张一点 梁天呢 我觉得她有一点夸张的 就是在她演出电视剧的时候 可能跟她最早期呢 做舞台剧也有关 同样 另外一个 刚才提到呢 刚艺也是 就是比较夸张一点 当然也有一些呢 做过舞台剧呢 但是又比较入气的 King Sir呢 钟景辉先生呢 钟景辉当时呢 是负责艺员训练班的 她是叫做戏剧大师 嗯 第一期的训练班呢 很多精英 嗯 不过我们说回梁天呢 她也曾经拍过电影 嗯 包括有72家房客 大家还记得一下她的角色 嗯 我想她为人熟悉的呢 除了澳门这个早期 我想香港她做了一部电视剧呢 应该是秋海堂 是吧 那一部电视剧呢 就是她唱这个金丝雀呢 那这首歌呢 就是日日 你吃饭的时候 都听见了 梁天是金丝雀 金丝雀 金丝雀 她唱得来呢 就是比较有少少 缓世不公的语气 嗯 我想呢 梁天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看她整个人生呢 其实她呢 对于那个戏剧呢 就非常之最深了 就是她整个人生呢 其实我 我这样看了 都是活在戏剧当中 她老了呢 就做戏没那么夸张 嗯 她每摆一个动作出来呢 你拍了她呢 都可以做艺术的照片的 是 她呢 最后一部电影 应该是陶姐 最后一部电影 那她恰如其分 又是演一个长者 我都看过这部电影 嗯 陶姐呢 是得掌的 这个陶姐呢 就是由 刘德华的契妈 食演 因为刘德华呢 和叶德贤 拍过一部聂英的电视 所以两位就结了缘 嗯 拍这部陶姐呢 认为 叶德贤是第一人选 没有其他更好的了 那拿了奖 那梁天呢 是客串的角色而已 但是呢 你讲 造型那方面呢 其实都是陶姐 有很多造型上呢 那些人以为 她的生活上 其实 是陶姐里面的造型上 陶姐呢 她是喘磨 因为有些老人呢 就是走的时候 把两个手放在后面 嗯 然后她在那个戏剧之中呢 她是一路走着 一路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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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 就是握着 但手指走走走走走走 而她的形格呢 很入气的 嗯 那我想呢 梁天呢 她除了是 当然 画剧最拿手的东西 所以 还有广播剧 其实呢 她在粵剧那方面 她都会玩玩的 一样 而且她因为 那個星线 先天的星线 非常之好 整套粵劇有参与少 截止截力非常多 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找到他唱歌的片段 我想梁天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戏剧中人 不是性情中人那么简单 你有时觉得他整个人生已经是一个戏剧 因为他和King Sir有相近之处 不知是否这些戏剧大师都有这样的遭遇 这是我说的共同点 不单是King Sir和梁天 以前还有一位陈友侯 你应该记得的 老气骨 还有一位在澳门做的事 王申 他们几位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眼睛会演戏 演戏不是靠你夸张的手势 或者头移动得很交关 有些东西移动得很交关 那些是愚明的 但是我说刚才那几位 特别是梁天 眼神会杀戏 她的眼睛又大 凡是这些大眼睛 King Sir也是 你觉得她的眼睛是入戏的 有些女的艺员也是 靠对眼睛也是 王曼莉也是 我们讲笑一位 当然她更早一期是郑子敦 她早过梁天 郑子敦在《麗的呼声》电台方面 后来一直由广播剧进入了《无线》 她有一点香音 但她广播剧的香音 她的音不是大问题 是调有高有低 她的女儿也是《麗的呼声》的艺员 后来又做了电台 又做了《无线》叫郑介平 我想梁天晚年 因为她有很多兄弟姐妹 她也曾经说过 虽然她没有子女 但她的子侄对她非常好 我们都见过梁天的 她都比较高 即见石的 而她的声音是宏亮 所以刚才你说 她唱粤剧 是人才来的 我其实有时觉得挺奇怪 可能都在镜头就就她 她怎样做 花旦英那样高 找谁小生拍她呢 拍戏是有就的 是的 一个是角度 一个是战起 战起 弄一两个镜头 不一定要从头到尾是拖着手的 所以大家真是最深印象的 她好像在72家房下做花旦英 另外一个又扮个女角的 又是高大的 就是法仔 这个更加高 所以这件事在艺术上 矮你不要说她是矮高 因为她做不到 有时她不是很矮 但又不能说高 她扮女角是一流的 这个就是霸王别姬之中的张国荣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梁天 或者李我叔这些 都是印证一个时代的过去 梁天 她就没有我们以往说有几位那么辉煌的 即是黄雨那些非常辉煌 因为不单止是香港 台湾很多人认识 或者是亚洲地区 以至一些欧美和华人的地区 她看邵氏的戏都知道 但梁天 只不过是香港澳门认识她多些 内地都没有什么人知道 我想在那个话剧界 可能她的老友的东西会更加多 因为她在那个话剧里的发展和深入程度 话剧界有些你见到她在无线有做罗冠篮 她就做话剧 但她现在有做艺园训练班的导师 她在来招收艺园的无线最新的班 罗冠篮也是其中一位导师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讲一些关于以往的艺人 或者一些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 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你在陆村服务过 你有没有和梁天杰的缘呢 没有 就是前后脚的 他很早去了香港 不是 他本身就是在星岛下面的一个地方 来到录音的 他不是在澳门录音的 所以我问你有没有结完呢 因为为什么我要问你 陆村有几次呢 因为高老全的原因 就是成立了一些俱乐部之内 在澳门扮过一些舞台的活动 当年有位欣欣小姐 跟高老全拍档 另外也有洪梁石 叫洪梁 又是跟高老全拍档 所以我问你有没有和梁天杰的缘呢 因为他们做舞台的时候 有来澳门的 一群人 那你有没有和高老全结果完呢 都没有 自己 方平结果 结果台园 还有哪些可以说一下呢 尹方宁 尹方宁就很漂亮的声音 美女 现在我们在网上 都可以听到尹方宁的广播 很漂亮的声音 不需要做作 多谢辉哥